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个五个孩子好像性格的话 就是比第二集好像更能让我记得住一点 想看到更多星霸萌娃的逗趣表现 7月10号版胡贝美食被你揭晓 还有在7月10号晚上9点55分 巴巴爸爸看爸爸 周世明也将写圈圈在芒果TV等你哦 芒果老新闻 芒果TV将在4月0点全忘不过 棒打 7月7号爸爸去哪儿第三季在厦门举行了媒体开明会 上百家媒体朋友与新霸萌娃们一起提前观看了首期节目 节目开始没多久 并引发在场的媒体朋友们阵阵笑声 看着笑态百出的媒体朋友们对这期节目的评价肯定也不会低咯 前两集萌娃们的表现不得不说是精彩搞笑 也诞生了不少金剧帮 那么这一季萌娃中谁又会最招惹记忆的朋友们喜欢呢 现在如果让我选一个最喜欢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虽然爸爸去哪儿现在已经是第三季了 但是每一季都会不同 那么这一季与之前两季比更多的看点又在哪儿呢 就团体的感觉更多一点 不一样就是可能在节目的剪辑手法 包括整体的这个感觉可能更关心教育了 还你关心这个父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和这种教育 我觉得这是一点好 比第一季的时候可能大家更注重于这个娱乐啊 包括去看这孩子怎么样去表现 我觉得这一次的节奏好像比之前的那个要快一些 我觉得这个五个孩子好像性格的话 就是比第二季好像更能让我记得住一点 现在 想看到更多新霸萌娃的逗趣表现 7月10号版胡贝美食被你揭晓 还有在7月10号晚上9点55份 巴巴爸爸看爸爸 周世民也将写圈圈在芒果TV等你哦 芒果老新粉 芒果TV也将在40点全忘不过 棒打 芒果TV 芒果TV